作为一名从步伐紧凑的都市 来到台湾乡村的年轻人来说 说实话 非常焦虑 因为距离还是临盆还有两个多月 村里阿公阿嬷的瓜呢 也被我巴得差不多 于是我只好选择新的消遣模式 每日骑行10公里 顺便去买啤酒 不得不说 两岸之间的市场区别真的很大 那时候呢 是2019年 精量啤酒厂牌在大陆遍地开花 我呢 也跟风了一波 那到台湾以后发现 进口厂牌真的是少得可怜 好在一些常见厂牌 在一般的商店也买得到 但奇怪的是 价格都比大陆贵了不少 但唯独当时一个 在大陆大家都在追捧的品牌 在台湾却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几乎天天骑着车 去那家店买 而某天出门的时候 意外就来 因为刚骑行到目的地 小孩子就打来电话 说老婆洗澡洗到一半 突然流血不止 我当下心跳 几乎是漏了一排 而扭头呢 就骑到大陆上去拦车 但因为台湾的重贯线 晚上几乎是没有计程车的 于是呢 我干脆骑上自行车 咬牙猛登 而回家的路 也几乎都是上坡 那种着急 是恨自己 为什么要出门 恨自己 为什么要骑车 总之当下 我恨偷了自己 直到到家的那一刻 我冲回房间 看见了用纸巾堵着鼻孔的老婆 一脸懵逼的看着我 我几乎是快要哭出来的问她 怎么回事 而她此时非常淡定的告诉我 刚刚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 感觉心跳很快 接着 就流鼻血 不过现在没有流了 让我可以放心 说实话 这哪里可能放心 于是呢 我们第一时间 驱车赶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 又是拍片 又是各种检查 而一通检查下来过后 医生撬着二郎腿跟我说 这个就是孕期血压高 加上你老婆的心脏 好像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没事 多观察就好 具体是什么问题 我没有听清 所以当下 我就问医生 这个问题 严不严重 结果那个医生 用非常吊耳郎当的语调说 哎呀你有咕咕吗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本来就已经急到冒火的我 听到他这么回答我 当下 整个爆炸 一时间 我就站在原地 一直瞪着医生 也就是我生平第一回觉得 还是幽默 一点也不幽默 甚至当时我都做好了 被赶出医院的准备 只想要扁他一顿 或许是看出我即将要炸毛 医生的态度 突然180度大转变 不仅好好地跟我解释 这只是因为妊娠期 血压高导致的正常现象 他给老婆开了个新电图 让我们安心 好在检查的结果 没有什么大碍 但当下我想的是 明天要带着老婆 去别的医院 再好好检查一次 至于那个 初学不说不畏的小姨子 我回去 一定要好好地扁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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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